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砸下了大约有7兆美元投资相关基础建设 维护平民安全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因此川普是扬言要撤军 不过这番话可让美国的国防部伤透脑筋 因为目前还是有2000名驻守在叙利亚美军 还在执行重要的任务 希望确保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因此现态要谈撤军还研制过早